这群人被困海上七七四十九天 正当他们在睡觉时 突然一个声音传来 所有人都围了过去 海里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金发美女 身怀六甲的女人想要将金发拟救上主法 同伴却将她拦住 女人想要爬上主法却被人阻止了 面对男人的阻止 女人只好无奈地再次沉入寒影 在这样下去女人必死无疑 危急时刻 女人不顾同伴的阻止 必把将其推开 转身便向女人伸起了援助之手 女人最终得以成功爬上主法 躺在上面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 孕妇拿来淡水框框喂给女人 女人刚想接过水壶开怀唱 却被旁边的老头一把夺过 然后老头却问了女人一个奇怪的问题 恐惧的男人半天说不出口 那可怕的东西 女人满脸疑惑 就在这时旁边的孕妇补充道 他们两周前被神秘巨虫袭击 因此才被困海上 他们对女人的突然出现狠释怀疑 就在双方争论时 旁边意识到不对劲的男人静止走过来 一把撩起女人的长发 就在孕妇质问女人为何欺骗自己时 同伴只要不远处心在前 直见在迷雾中一艘船帆引领乍险 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前发 等看清了眼前的东西 所有人开始进行 只见一只巨大的怪物 正快速往这边醒来 很快便从竹筏下方游过 就在大家以为躲过一劫时突然 凶猛的怪物掉头撞向竹筏 孕妇开始将矛头转向女人 突然一把将女人催进海里 看着不远处的怪物 意识到不对劲的男人 正在快速地解除捆绑竹筏的绳子 没过一会 怪物再次掉头冲了滚 竹筏上自私的人类全部遇难 不停向前游的女人躲过了一劫 但在这茫茫大海中 她该如何逃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